原标题 是慈禧的亲戚,却没有一个手握重拳。慈禧的弟弟贵祥增毛岁自建上战场争功,慈禧为了让他老实一点,只用了一招,就让弟弟变得服服贴贴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如果您想知道,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。本门所有图片,全部来自网络,感谢原作者,如侵犯您的权利,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。图片与内容无关,请勿对号入座古代王朝中,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,就是外戚专选。 可是清代慈禧太后执政时,却从未听说有此事件的发生,下面咱们就该谈谈慈禧的弟弟组。慈禧太后在家中排行老二,义赫纳拉贵祥排行最巧。 慈禧当上太后之后,贵祥也跟着沾了光,承袭王兄承恩公爵位,还是香。 黄岐富都同,可是由于自小太被父母宠溺,贵祥除了学会提龙家鸟满街闲逛外,几乎什么都不会,活脱脱一个老公资格。 这也让一生要强的慈禧,对其非常失望,一提到贵祥总舍不住的爱生叹气。 别看贵祥成天提着鸟笼满大街晃悠,可是人家的心气却高得没边,自己的姐姐是当今的慈禧太后,在一起玩的王爷贵咒们,谁不得叫声响也。 就这样,在一大帮人的窜夺和恭敬之下,贵祥觉得,自己不被封的王实在是暴取。 可是清朝有规定,除了爱心捐罗氏子孙外,要想封王必须得立下大功,否则想都不要想。 此时郑爵家五还战前期,清政府正愁挫着与日军交战。 贵祥翻来覆去想了几天,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人才,因而当即决定要杀敌立功,弄个王爷做作。 可是,此事不能当面和慈禧太后谈,他只能找到慈禧太后的红人公亲王一夕,让他帮自己在太后面前。 请站,公亲王一夕听的云山物诏,以为这是慈禧太后暗中指派的。 因此,二话没说便同意此事。 在朝堂之上,公亲王便向慈禧提出,由贵祥担任军中统帅,慈禧太后听到贵祥请站,便满口推托,因为这个弟弟几斤几两,他心里最有数。 可是,公亲王还以为慈禧太后跟他玩欲擒故纵,便多次请奏,慈禧实在是南博他的面子,故此只能答应公亲王的请求,让贵祥担任军中主帅。 贵祥不懂事也就罢了,可慈禧却知道战争并非儿戏。 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弟弟,若是真当了统帅,恐怕三军都跟得遭殃。 不过,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办法,能让贵祥乖乖地交出兵权。 慈禧太后在任命贵祥的意志中,特意给贵祥选定了两名副帅。 他们二人分别是萨某和祥某,都是满人军官,至于慈禧的用意到底是什么,咱们还得接着往下看。 贵祥被任命为主帅自然质得一满,在统领三军时十分神气。 可当军,中帅其依次树立起来的时候,贵祥的脸上浮现出了惊恐的神色,接着就是大哭不已,左右副帅不仅盲问其故。 贵祥这才捂着脸,指着帅其上的三个字,让他们看,原来三甘帅其并排而列,上面一次写着萨贵,想三个字,而三个字连起来念,就是萨杀贵祥。 贵祥十分迷信,况且,自己的姐姐慈禧太后又不待见自己,看到帅其写着这么不吉利的话语,贵祥下屁股尿流, 仿佛大祸临头,他赶紧又找到公亲王,请求公亲王再次替自己说话,让慈禧撤了自己的职位,以保全性命。 其实,这都是慈禧太后社的局,贵祥的德行他了解的一清二楚,贵祥能够请求撤销兵权也在他的意料之中,不过戏还没演完,好戏还在后头。 在贵祥挥头土脸的回来后,慈禧马上就指着他鼻子一顿臭骂,说贵祥不争气难当大任,贵祥自知理亏只能默默听着,受太后的教训。 自这以后,贵祥响,也不敢提目标远大了。 慈禧太后一生要强,虽手段狠辣冷酷,可是比起弟弟的窝囊,却要强出千百倍,而慈禧居于高位没有擅自任人为亲,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英明之处了。 文兰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,本文撰写,特约历史撰稿人,常山赵子虫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